哈囉 大家好 早安 我是鹿講 因為日本現在還在緊急事態宣言 所以大家在自訴 那因為遠距上班的關係 都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嘛 其實自己一個人還滿悶的 所以就想說來拍影片 記錄一下我遠距上班的一天 我都吃什麼 然後在做什麼這樣子 來逼迫大家陪伴我的一天 那現在是日本的 早上八點 我就先去做個早餐來吃 早餐的話基本上在家裡 我都會自己做 然後都吃得還滿固定的 那我是去公司上班的話呢 幾乎都會去便利商店買熱的飲料 然後跟一個飯團來吃這樣子 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先做早餐 早餐的話我幾乎都是吃 培根蛋吐司 幾乎每天都會這樣吃 如果在家裡的話啦 吐司 蛋 培根跟起司 我從四年前來日本的時候 早餐就幾乎都是吃這樣 覺得很好吃 來日本真的最想念的就是早餐店 那因為是sharehouse的 共用廚房的關係啊 等一下弄完了之後 要把鍋子這些都洗一洗 才可以拿到樓上去吃 比較不能像之前在自己家裡一樣 就是先吃完再處理別的東西 但別人要用就會很困擾 好 我現在已經回到房間裡面了 好了 我的早餐 培根起司蛋吐司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吃 最近吃飯我都會配木耀來看 用手機來看 我現在看北海道導遊 吃完早餐之後 剛才又去寫一下碗跟盤子 那現在的時間是9點半 就要準備開始上班了 好 那現在時間是 中午12點 那我通常到12點的時候 就會看一下 UberEats有什麼東西可以叫 因為午餐休息的時間 只有一個小時 那自己做的話 我很擔心會超過 所以通常呢 都會點UberEats 然後在等他來的時候 就有繼續工作 因為這sharehouse 我應該是不會住很久 所以每次在點UberEats的時候 都會想說 啊 不知道這家店 還能吃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很期待的心情在點 因為我有固定訂幾家 那我就點 我平常點的 給大家看平常有吃什麼 我都吃中華料理比較多 就覺得吃中華料理才有吃飯的感覺 好 我訂完了 結果我點了一家 我完全沒點過台灣料理 真的太想吃台灣料理了 因為平常點的一些中華餐廳 也幾乎都是日本比較常見的菜色比較多 那我這次看到炸排骨便當 太想吃了我就點了 差不多半小時之後會來吧 來的時候 我在真的開始休息 想繼續工作 真的就是一直坐在這裡這樣子 好 飯來了 那剛才UberEats到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說我要去休息了 那share就是一個小時 自己看時間 給大家看我有多興奮 叫外送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可是當然日本的外送很貴啦 所以不會這麼長叫 因為我太渴了 我點了一個台灣的紅茶 嗯 好好喝喔 然後我另外點了一個排骨飯 噶噶 我的炸排骨飯 這就是我點的炸排骨飯 有一個蛋 可是這個蛋當然很不台灣啦 可是感覺很好吃 然後旁邊的感覺是滷肉飯的肉 還有炸排骨跟豆芽菜 好開心 我的午餐時間 第一次吃這一家耶 開動 開動 等一下吃一點點跟大家講味道之後 我又要來看木藥了 它的味道很台灣 就是我們台灣會賣那種便當店的排骨飯 其實我本來很猶豫要不要點滷肉飯 因為滷肉飯便宜很多 可是因為真的太想吃排骨了 所以最後還是 就是心意橫點的排骨飯 好那我來邊吃邊看木藥師超完 其實李莫都真的就是這樣耶 因為也不會出門 出去的話李諾就是去超市買個食材吧 我畢竟有幾天還是要去公司啊 可是我的室友 他就是真的每天都是遠距上班 他就說他真的快瘋掉了 因為很無聊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如果我在的時候一定要跟他講 因為他要跟我聊天 可是我覺得這排骨飯有一點美中不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運送的時間比較長 你們看 他這個皮都已經脫落了 那我來吃一口滷肉 滷肉很抬 早早我就點滷肉飯了 所以滷肉飯更好吃 我滷肉超不漂亮 我滷肉超不喜歡 哼 這廣告最近很常看到 台湖跟章聊廚的訓練 你知道 你們男孩結束的時候 你這樣不要 還要不要跟他吃什麼東西 不知道其實他們遠距上班是怎樣 應該都是我這樣子吧 一直盯著電腦 然後吃飯時間的時候 就吃個飯這樣子 好那吃完飯休息一個小時之後呢 就會說休息結束了 然後就繼續工作 那等一下下午有兩個會要開 再跟大家用遠距的方式開會 拍一下 不然真的很想睡覺 好那差不多到開會時間的時候 就要跟大家開會這樣子 那因為開會大家都看到 我就後面嘛 我後面就是床 被看到覺得有點害羞 所以我都會這樣轉角度 好 辛苦了 好 我已經換一個角度工作一陣子了 因為一直坐在那裡 真的是 滿累的 而且有點想睡覺 所以我就換個位子做 我加班了半小時 然後寫了一下 今天上班的紀錄 就正式下班 那因為我們下班的時間 本來就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 吃飯的話 都不想一次吃很多 就會吃比較少 所以就會吃一些沙拉什麼的 今天想說去便利商店買一下好了 昨天晚上忘記買 那我們就出去買一下東西 只要有出去呢 其實只是一下下 口罩都要戴好戴滿 其實我今天是不想出去的 但是因為 昨天啊 就是我忘記買沙拉了 所以今天呢 就去一下便利商店 買一下沙拉 嘿咻 那我們就走吧 很真實一天的紀錄耶 真的是滿晚的 哈囉大家 那今天我的晚餐呢 是這個 鮪魚蛋沙拉三明治 因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吃 日本三明治的蛋沙拉 我一去便利商店看到它 我就忍不住了 好那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10點多 結果聞到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 那我就不理它了 我就要先來保養我的皮膚 那其實一般來說 在有化妝的時候 像是今天 我都是用 DUO的洗洩合衣來卸妝 然後但是今天呢 最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台灣的品牌 叫做 主打就是洗臉商品 所以我先用一般的卸妝水 把妝卸掉 那平常的 李莫豆我是不會化妝啦 因為今天要拍影片嘛 沒有化妝的時候呢 我都會用他們這個來洗臉 其實去年開始他們寄給我試用的時候 我用了一陣子 就很喜歡 因為我商品都一定要用 一段時間我才會跟廠商說 就是我可不可以接 可不可以介紹給觀眾 就是自己要先審核嘛 我用了一陣子很喜歡 我就跟SOBA FOLK說 我可以幫他們做介紹 今年終於可以透過影片 然後跟大家介紹這個 台灣之光的牌子 SOBA FOLK這個牌子 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 因為我自己也是 朋友很喜歡用他們版 就跟我說好用 所以廠商一開始 跟我說的時候 我就說 好啊 我要試用看看 那最有名的就是 我手上這個 這個冰河結顏系列 這個呢 是冰河水 這個主要是我在用的 這個呢 是冰河泥 那這個是文档在用的 那如果說 你是和我一樣 皮膚比較乾 想要洗完之後還是很保濕的話呢 可以跟我一樣 用這個冰河水 如果是和文档一樣 比較偏油性 即有黑頭粉刺的人呢 可以用冰河泥 SOBA FOLK他們就說 他們是最重視基礎保養的 過度的清潔的話 就會傷害角質層 會讓你的皮膚變得比較敏感 我自己很喜歡 是他們沒有添加過度的香精 所以他們這個洗起來非常溫和 那我就用冰河水系列給大家看 是源自加拿大的冰河礦物水 差不多就是擠兩滴 那它這個擠出來呢 就很像明乳 就是跟一般我們看到的那種 洗面乳是乳狀的不太一樣 非常的透明清透 它一開始讓我滿驚訝的是 戳不太出泡泡 一開始還想說 這樣子真的有清潔效果嗎 但是呢 用起來就是 非常的溫柔 這個洗起來的感覺 很像是在塗保養品 因為真的很順 我現在已經把它擦掉了 那如我所說 它洗完呢 是不會乾的 非常的保濕 然後彈力很夠 尤其是日本的天氣比較乾嘛 有一些洗面乳 或是卸妝的東西 真的是一洗完 就會感覺到 臉很崩 可是這一瓶不會 就是洗完之後你們看 非常的堆 而且加拿大的冰河水 是最接近皮膚的納甲比例 所以也能夠防止水分的喪失 那這一瓶呢 是手濕還是手乾的時候都可以用 就你只要像我剛才那樣子 只要擠兩下 然後輕輕這樣子按摩在你的皮膚上 我都按到了之後呢 再沖掉就好 洗完皮膚還有保濕感 真的是我很推這一瓶的原因 然後另外一款冰河泥 主要是文當在用 冰河泥跟冰河水不太一樣 它洗的時候會有點泡泡 那因為它是冰河泥的關係呢 使用之前一定要搖一搖 一開始文當都沒有搖 我就跟他說你要搖啊 因為是天然的冰河泥 的關係會沉澱 所以用之前一定要這樣搖一搖 那也因為這個裡面含有大量天然脂肪酸的關係呢 就是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會產生油脂凝固的現象 會覺得它好像比較濃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呢 只要把這個瓶身放在水龍頭下面 沖熱水沖20秒就可以了 質地的話是長這樣 跟剛才不一樣是有顏色的 然後我加一點水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像這樣子 跟剛才比起來就是泡泡比較多 比較不一樣 那它這個呢就是可以帶走皮膚比較深層的髒物 如果說你的皮膚比較油的話 洗一下會比較清爽 那跟大家講 我個人非常推薦它的一點就是它的香氣 它是很天然泥的味道 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我就跟SOFAFOX說 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他們還說 那我講是真的喜歡嗎 因為有很多人說一開始很不習慣 但是後來就會習慣 我就說沒有 就是我本來就喜歡這樣子的味道 所以就覺得它非常的適合我 這麼泥的味道真的會上癮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試試看 好那這兩瓶呢 都是可以依照季節跟氣候交互使用 比如說你平常呢如果是用冰河水的人 如果到了夏天比較容易出汗的時候 也可以改成用冰河泥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清爽 我先去擦個精華液再回來擦乳液 精華液也是我之前介紹的小紅瓶 介紹的這些東西 真的是覺得好的才我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自己 只要有介紹的東西 我都一定會把它用完 那精華液擦完之後呢 就可以擦他們家的抗氧化保濕修護乳 這個乳液呢也非常適合拿來當最後一道鎖水用 雖然說是乳液 可是它的質地也是很清爽的 那因為添加了很多抗氧化成分的關係 擦完的話呢 那個肌膚的透明度跟光澤感都會提升 其實我自己覺得肌膚的狀況啊 最難的不是美白那些東西 最難的真的就是光澤感 真的是有些人整根看起來氣場好強 那種人呢 皮膚都會發亮 透明度啊 真的就來自於光澤感 它這個也是沒有添加過多的香精 所以沒有什麼味道 全部系列的保養品 它們的共通點就是 內容都非常的簡單 別人都亮起來了 我覺得蠻明顯的 我真的覺得 每天的保養時間好療癒喔 這筆乳液我自己覺得很感動的是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抗氧化成分的關係 所以它這個包裝 特別選用真空瓶 使用真空瓶呢 就可以避免它的內料跟氧氣做接觸 才可以發揮它最大的效用 我非常建議大家在買東西之前 好好詳閱每一個東西的官網 現在商品鈴鐺滿目這麼多 你可能很難去get到它的口大挖力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每樣商品它們的理念 它們的每一個設計 或者是對一個商品的堅持 如果說大家想要找 純粹的洗臉商品跟乳液的話 我非常推薦它們家 好那我現在已經保養完回到房間了 我剛才在洗手台洗臉拍影片 我前一天就有跟我的室友講 所以不是沒有禮貌 不管大家 然後文端好像在我剛才洗臉的時候回家了 好那我來打給文端跟它聊天一下 你們看後面那個三角架 旁邊就是書桌 就是我上班的時候 架了那台相機在那邊 好疲勞 好疲勞 今天遅い 好疲勞 太冷了嗎 太冷了嗎 風太冷了 太冷了 今天太冷了 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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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怎麼做了 我剛才做了 我剛剛做了 太冷了 好啊 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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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 洗了 很多水 太冷了 太冷了 這就是我待會禁止上水 最後是我們做了 化粧時是Duo 但是沒有時候 化粧時是我一般使用的 我也是那些 我也是那些 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晚上 很中央 在那些時候 我也是那些 那些時候 我要給我一杯 多少錢 我還是一杯 我現在都手插口 正在這補眼 -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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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這個就是我一般遠距上班工作的一天 不知道大家怎麼過的 如果遠距上班的話呢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是推薦我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自己在家裡很方便可以用的 都可以跟我說 我也想要買買看 那謝謝大家今天看這支影片 那我今天介紹的這個SovaFogue呢 我幫大家拿到優惠喔 廠商人非常的好 只要在官網上面購買這兩個組合 在結帳的時候呢 輸入優惠碼 就可以直接折台幣100塊 SovaFogue這個品牌的洗臉系列 還有這個乳液我是真的蠻推薦的 而且我今天沒有擦霜淚喔 可是我的皮膚還是非常的痰 要購買的人不要忘記輸入優惠碼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再見 掰掰